称归称,土归土,阴阳两界,路茫茫 大家好,我是一口标准广谱的解说,亮仔君 说起香港僵尸电影,那真是让人又爱又怕 爱的是那做僵尸的道士,潇洒又兴起的制服手段 功夫高小,发气众多 怕的是僵尸那圣人的面目 被一口大鸟窑咬到的话,纷纷中感染变异,变成僵尸同类 绝对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之一 僵尸这一名件传说中的东西 第一次出现在影视作品 是在1979年的《茅善僵尸犬》当中 影片由刘家辉,刘家荣主演 单纯从片名上来看,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僵尸片 但实际上,这是一部披着僵尸外衣的功夫片 讲述的是一个江湖恩怨的故事 片中虽然出现了所谓的僵尸,但都是人假扮的 也没有僵尸的那些恐怖面目 到了80年代去,红金宝开创了灵幻功夫片的先河 最经典的就是鬼打鬼拉 这也是僵尸的恐怖面目 第一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清朝官府,赖面疗养,道士做法,功夫打斗 多种兴起的元素 为之后的僵尸片奠定了基础 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部片里的僵尸是会耍功夫的 一朝一世有板有眼 一看就是练家子 而且行走也不是一蹦一跳 而是四肢左右同步 看起来非常的灰鞋好玩 之后又出现了人下人,龟摇尾 都是红金宝灵幻功夫许具的风格 到了1985年,红金宝担任制片人 联手好朋友林振银 推出了爆火之作 僵尸先生 这里的僵尸不再灰鞋好玩 而是恐怖凶强的丑恶形象 不再正常行走 开始了一蹦一跳 面对僵尸要闭气 停止呼吸 制服僵尸 要用糯米和鸡血 这些星期好玩的元素 第一次在影片当中展现 随着僵尸先生的爆火 港台电影圈 开始出现众多跟风之作 僵尸叔叔 僵尸少爷等等 全家庭都出来了 一时间各种出之难道的僵尸片泛滥 短短15年的时间 僵尸片就开始走向没落 1997年 一代僵尸道长林振银实施 僵尸片也正是寿终正起 进入千禧年之后 香港印台 很少在有僵尸题材的电影 直到2003年 许贺首次将擅长的武侠功夫 和僵尸元素相结合 剪制了一部 另类风格的影片 僵尸大时代 又叫千年僵尸王 这是一部全新版本的武侠僵尸片 武侠配上僵尸 竟然维持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有一种悲凉和诡调的阴森气息 之后又出现了僵尸行战士 天师斗僵尸 旧江秦道夫 以及2013年 麦俊隆指导的僵尸 等等 在僵尸片盛行的那个年代 曾经产出过 上百部有关僵尸的电影 在这些众多作品当中 那些是比较经典的 那些又是创新和创意 相结合的呢 下面就来简单盘点一下 香港僵尸片 当中的五大凶猛僵尸 相信这些影片 你都不会陌生 第五名 旧江秦道夫 影片上映于2017年 是一部现代僵尸题材电影 讲述了城市当中的一个秘密组织 僵尸秦道夫 合力消灭僵尸大佬的故事 影片找来钱小孩 不要害 原想人等等 担任配演 破具80年代传统僵尸片的味道 除此之外 影片还穿上了男女主角 仍江恋的故事线 青春的同时 又带着凄美和恐怖 千小孩在影片当中 饰演一个僵尸猎神 身手早已不比当年 严峻潇洒也不在 最后被僵尸大佬咬了一口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啦 最后是靠着男主角 抗尸毒的血气 才保住了一条老命 话说我片中的僵尸大佬 也是普有来头 是一百年前的地主人家 战斗力也不算太差吧 西史老鼠的血液之后 瞬间就内力爆发 震开了身上的辅助 这一设定好像是先生一样 都是补充能量之后 才原地暴走 有了人类清洁血液的补充 战斗力那是更加威猛 麻醉枪什么的 都奈何不了他 剑子金刚不坏之时 刀枪补充 咦 那不就是金总装铁布衫啦 根据僵尸片 一贯不便的设定来看 威能制服僵尸的 就是火烧后的阳光了 毛窑草啦 就是蠢光灿烂的阳光 纵使僵尸大佬实行大法 雄性急速暴断 最后还是被一个 靓女僵尸同备 抱着同归于君 烧成了一滴渣渣 奥弥陀佛 僵尸凶龙之术 一颗星 第四名 天使斗僵尸 本片有王金编剧和制片 各种无厘头搞笑 和恶搞的桥段 充斥全片 整部片看下来 是既恐怖又搞笑 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 也就是僵尸先生的那一套 也就是仙人阴宅风水不佳 导致十遍的故事 与此同时 一边还加入了女鬼的元素 整个故事架构 既别上和僵尸先生差不多 但在一些创意上 却玩出了不一样的新花样 最有趣的 就是请蓝元彪 扮演毛山道长 功夫法术 看着那是相当过瘾啊 而偏重僵尸的整体造型 也很有视觉效果的冲击 飞天遁地 瞬移杀人 简直飞将一般的存在 最酷的就是 全身散发着一种浓浓的石器 拥有超级赛亚人的爆发直戏一般 可想而知 这僵尸到了战斗力 是多么的威猛 再多的糯米和浮衷 都困不住他 直接从车枪溜了出来 吸食人血之后 战斗力比血压都还要高 不但能交换指挥 僵尸同队 还可以吸食同样的石器 增强自身的战斗力 任你圈打小体 刀剑棍棒 都伤不了他一根汗毛 既然僵尸这么威猛 那应该怎么办呢 原彪突然灵光一闪 请僵尸到老 尝一下死了咒法的子弹 嘿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精明的 瞬移闪来闪去 打不到我打不到我 嘿嘿 后来才发现 童子血的子弹 可以制服僵尸 十咒加上纯正的童子血 最终一枪搞定 打完收工 大佬瞬间灰飞烟灭 又是尘归尘 兔归土 终究都是漂浮在这世界 西石石器 快速移动 再加上若省再省的超能力 这样的僵尸设定 凶猛指数 亮科星 第三名 僵尸先生 僵尸先生的成功 其实主要归功于红金堡 早在三世纪八十年代 红金堡就快唱了 灵幻功夫篇的先河 例如鬼打鼓 人下人等等 而当时的林正义 还是一名龙虎武士 在片场中武术知道 叶和红金堡 合作过很多功夫边 两人都是练家子出身 在动作设计方面 自然是想法夺动 两人高手见高手 很快就情投意合 持了好朋友打当 有一些好剧本 好角色 红金堡都会拿上林正义来出演 就这样 由红金堡投资 林正义主要的僵尸先生 诞生的 观众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僵尸是这个样子的 片中制服僵尸的方法 桃木间 糯米 闭气停止呼吸 等等 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 纯粹序剧效果 虽然现在知道是虚构的 但小时候却不这么认为 只因为林正义这一招一招一招的道法 演得太真实了 大家都觉得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道家 而说到片中的讲师 也是非常形象笔着 十遍之后吸使后代家人的血 生吃老鼠 等等 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恐怖自己 正所谓有强就有弱 既然讲师这么凶猛 那就肯定有死血存在 两个字 火烧 非常的简单粗暴 不管是断气的 还是断了一半气的 最终的结局 都是层归层 兔归屠 化成空气中 一粒漂浮的尘埃 僵尸凶猛指数 三颗星 僵尸先生 是香港灵魂功夫片的巅峰之作 也是林正义 经典中的经典 更是我们的童年阴影之一 像一代僵尸道长致敬 死路 第二名 僵尸 2013年 麦尊隆指导了一部纯港产电影 像当年的传统僵尸片致敬 钱小豪 吴耀寒 陈友 楼南光 中发等等出演 这些人都是造起僵尸片的场客 看起来颇有怀旧气息 不同于以往所有的僵尸片 这部片的主打社交 极其阴冷 全篇极显压抑气氛 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一查资料才值得 影片的简直 原来是日本恐怖片大师 清水虫 难怪很有日式恐怖片的味道 钱小豪在片中 饰演一个过去的武当演员 当年的僵尸道长陈友 早进收山退休 制服僵尸的弄饼也就只能当炒饭来吃 每一种的画面都弥漫着悲凉的气息 练尸和诗变的过程 看得让人不仅头皮发麻 硬兵戒刀 女鬼索命 届尸还魂 等等 多了很多其一的鬼怪元素 片中的僵尸 不但是传统的一蹦一跳 而是脚尖着地一般 快速飘行 又或者是 半顿式的四肢快速爬行 身手非常灵活 距离立江和毛江之间 铜皮铁骨 上串下跳 力道非常威猛 不用这么稀释鲜血 就已经战斗力爆表 就连火烧也奈何不了他 最神奇的就是 女鬼还可以附在僵尸身上 雌雄同体 阴阳调和 战斗力直闭超级赛样人之白神 看着全身散发出的时期 就知道不好热闹 这所谓邪补神圣 任何妖魔鬼怪 在正道面前 都得被终结 这一次的僵尸 同样摆在了日光之下 而且还是早上热熟了 第一缕阳光 正道之光 生机勃勃 恶邪之物 通通烟消云山 僵尸凶猛之术 四颗星 正如影片的结尾一般 这是一场虚构出来的梦 僵尸片时代 招一锦落幕 剩下的 也就只有情怀两个字 第一名 千年僵尸王 雾霞加上僵尸 也就只有徐克 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嘿 你还别说 确实玩出了不一样的风格 奇门遁甲 茅山之术 纳斯民俗 雾霞打斗 区别于造型的传统僵尸片 这种风格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就像连环炮一样爆炸 武侠小说里面的神空 都不敢这么醒 手指甲刻长刻短 几米之内 轻松抓捕虎步 失所分离之后 依旧龙金虎步 这种立天定级的僵尸 就是传说中的 飞驾 既然飞驾这么威猛 那是不是就毫无弱点呢 飞也飞也 只要是被水淋湿过的虎步 它就不能不被迫选择性失明 完全看不见对方 而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爆炸性的粉身碎裤 高压的化学反应之下 化学能瞬间转化为机械 管你什么事 最后都只留下一堆渣渣 僵尸凶猛指数 五颗星 本片是许克武侠的一次新尝试 也是俊敬好莱坞的 一部野心之中 只可惜国外票房并不理想 西方人不了解东方僵尸的由来 也欣赏不来 票房自然惨淡收藏 纵观以上五部影片 各有特色 各有其长短处 香港将诗篇 从80年代的巅峰 到现在的完全没落 不仅仅是电影人 创作的衰竭 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结果 网民观众唯一能做的 就是重温那些 经过岁月沉淀的经典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叫 一遍想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嗯 cross